我覺得在520之前 從我們現在的邱國正部長 他的兒子就是買春召記的事件被曝光 其實就已經充分的顯示 在520之後 這個新政府的各個相關首長的位置 其實是被真的非常厲害的 那今天傳出來顧力雄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有兩個看法 第二個看法 大家都知道顧力雄是蔡英文的得力左右手 所以某一種程度 當然充分的顯示 目前的賴清德 自己本身沒有國防外交的這些人才 所以非常有可能 不僅是消歸賴隨 可能變成蔡人賴用 就是我們要講說蔡歸賴隨 他變成蔡人賴用 蔡英文的人他繼續用 因為他沒有適合的人 那第二個文人部長不是不好 但是以現在兩岸的情勢這麼緊張 我們現在在國防來講的話 其實都會進入了隨時隨地有可能就是出現重大的摩擦 或者是一觸即發 或者是我們的三軍對於所謂的第一級的定義 什麼時候又採取第一級 這個都是極度敏感的 我覺得如果是一位對於國防或者國軍的整個的戰備運作 是外行的文人部長 我覺得是比較危險的 我直接說 陳平的時候我覺得文人部長對於軍中的相關的制度去建立一些制度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在一個大家覺得是高度緊張 然後隨時戰事有可能一觸即發 比如說最近日本不是要針對他幾個離島 包含沖繩還要去建那個防空設備嗎 他們都要去建一個說給一般日本民眾可以讓他躲兩個禮拜的防空設備 所以就看到其實台海之間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那現在來一個文人部長 如果他對於整個國軍的戰事 或者是對國軍的士氣沒有任何的正面效益的時候 那麼未來整個的整個的情勢是不是能夠handle 我個人會覺得有比較大的問號 那外界也關注說這一次呢會不會有所謂的馬歇二會 因為馬前總統是不是四月記要會抵擋 那現在外傳說會在四月八號之後來進行馬歇二會 現在有這個可能嗎 我在之前已經講過了 這個因為有2015年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會晤 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性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既然我們有機會到了北京 馬前總統當然也希望能夠跟老朋友碰面 不過因為我們是客人 那就一切看大陸方面的安排 那大陸這邊有釋出善意嗎 有我想這個你們看國來辦的反應 來自於我們這次整個行程過程中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大陸對我們這個團高度的這個尊重跟善意 也象徵了他們對我們台灣民意的一個尊重跟善意 馬西二次會面你認為說習近平跟馬英國見面代表了什麼 這個問題我還不確定 所以我不能幫任何人來做回答 我想正式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我一定會代表國民黨談來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而且我覺得見面是好事 馬總統他這樣子的這樣一再的就用中華文化 用這個青年學子這樣子的這一種努力 讓兩岸可以盡量的走近一點 盡量的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 才不會在彼此的誤判當中 造成的一些我們不想看到的後果 比如說現在的大家都覺得國際上的媒體 都覺得兩岸是兵修站毀的 這個是不只是馬總統不樂見 也是我們的這個我想在場的各位 所有的國民也不樂見 所以我覺得多去往來多去了解 實在是非常正面的行為 我覺得馬總統的這個真是很辛苦 但是這是很好的這個動作 因為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在大陸這個3月前一陣子 二十幾號那個兩會的時候 這個中共的兩會的時候 事實上在那個時間 因為發生021是這個金門海巡 這個大陸輿論往生的事件的時候 整個大陸輿論是非常沸騰的 如果大家有關注到大陸的 這個相當的網路上的這個網民的說法的話 整個輿論非常沸騰 所以大家有看到在兩會期間 事實上本來曾經有一度期間 他們相關的單位講出 這個兩岸關係的時候 是把和平統一幾個姿勢拿掉的 就是不把和平當作是一個選 就沒有把它列在一個選項裡頭 但是後面最後還是這個習近平總書記他定調了 定調了還是把和平統一拉回來 我想說他的這個方向大概還是在這個期間裡頭 至少在我們現在可見的期間裡頭 還是他的定調還是相當重要的 那這時候兩岸的一些彼此之間的累積善意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覺得說好像一點點小事不知道 但是一點點互相累積善意 不管是我們台灣這一邊或者是中國大陸那一邊 彼此都遲發出一點善意 逐漸善意的累積才會讓兩岸走得比較平順 那這個事實上也有關世界和平 所以這個東西事實上是有必要 那當然520賴總統的這個談話和他相關的下去 不管他說了什麼或是不說什麼這些其實都是重點 這次國防部長邱國正他兒子被爆料召集 那掀起了一連串的陰謀論 有人說是民進黨內鬥 那有人說是邱國正他黨人財務 那委員你作為實際也收到爆料內容的這個明代 那不知道說你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是誰想要求邱國正 那他們目的又是什麼 第一個我覺得內鬥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基本上只有幾種可能性嘛 就是要嘛是內鬥 要嘛是說可能是國安問題 比如說他們因為他是這個跟國安局的人員 然後爸爸又是國防部長 所以身份被可能這個大陸掌控等等 那後者不太可能的原因是 如果真的要這麼做的話 為什麼不選在520之前在選舉期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並非在選舉期間出手的 而是在台灣現在政權要交替520前後的時候出手的 那他這樣子的做法很明顯的就是 一旦爆出來以後邱國正部長他沒有繼續在520之後連任的可能性 幾乎已經產出了這樣的可能性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國軍來講喔 所有你只要被發現說你有去這種不當場所的召集的疑慮都是太粗 我們這幾年來其實對於國軍在這方面的審核跟他的一些這個條件上面是相當嚴苛的 所以你看喔如果這麼多的軍官他們曾經有被發現有召集的情況都疑慮太多 結果你國防部長的兒子自己也做這件事情 那難怪當時邱國勝部長即便520前夕他都得要辭職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他不表達他自己的歉意也好不去辭職也好 那他要未來要如何統領全台灣的國軍 全中華民國國軍他們可能都會想喔所以你兒子可以 那你平常管我們的時候這麼嚴厲嘛 所以越是因為邱國正他部長他至君盛言 那就越是在這個事件上面對他個人或是對國軍的傷害會比較大 但是我也必須說在520前夕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上真的不宜替換國防部長 因為替換以後也找不到人 難道是在4月到5月兩個月期間的這個 哇就一個多月期間的國防部長嗎 不可能有人去做這樣的接任 那無異於就是由次長來代理 可是在這個政權在轉移的時間點上 如果由次長來代理國防部長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中華民國不能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責任是歸國安局喔 為什麼你們沒有事前掌握 那這些情況你們都沒有掌握都沒有資訊來源嗎 那到底是所謂的軍中內鬥還是有其他原因 就應該要去查明才對 所以我覺得國安局要為這件事情負上最大的責任 甚至國安會 也就是說顧立雄跟蔡明諺 他們才是這件事情最應該要負責的人 那當然還有當事人本人 你也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應該要依法懲處 但是我們要去談的就是說呢 你看在這個時間點 丟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影片之後 他造成的結果就是對邱國正個人 未來可能有機會接去520之後的國防部長 序任的可能性下降到近乎於零 對所以我覺得現在調查方向應該是要討論的是說 誰最不希望邱國正繼續擔任國防部長 不希望他繼續擔任國防部長的人 當然就可能有相關的嫌疑 所以我們也希望國安會國安局是往這方面去調查 那邱國正部長在所有民進黨政府的官員裡面 相對之下對一般人民來說 感覺是他至少是願意說實話的 而且他對於很多的重大的國防議題來說 他是比較審慎也比較穩健的 那竟然會有人在民進黨政府之內 希望去針對他鬥爭 還放出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拿兒子的事情去傷害一個父親 我覺得是非常可恥的行為 所以我們是完全的支持 國防部長繼續續任到520 以及國安局國安會 所以應該要好好的去做調查 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是誰在內鬥